MyRadio2011 等我休息這幾個月吧 我在樓梯有露啤的樣子 怕我先放假 但你要說一下 你不要一開始就已經說了 跳得很遠 說一下 已經說自己可以過很舒適的生活 不是舒適的 就是不要被消費主義吵醒 首先說一下 一聽消費主義的廢話 你就知道這些是左婆 這些是左婆 那是跟我說不對 這裡有畫條線 就是說哪些左婆 左婆我喜歡 左翼人士 左翼人士 以身扮演 全文發聲 撥發城市論壇 提升靜音憤慮 逢星期三晚上十點至十一點半 MyRadio 有馬祖黎 劉翁 聲視醫生 城市再論壇 社會公然 以文為本 民主民生 地區事務 人民力量 節目主持 陳偉業 人民力量 人民力量第三節回來 講未來 講未來 講了很多歷史 大家對加這兩位朋友 更加有深入和清楚的認識 講到未來 我一直都相信 香港人網的成功 都是網台 帶動整個網的發展 所以我們 我會的 或者蕭先生請我們 請我回來 都是主力先 先做好一些節目 或者發展多一些節目 大家的概念不同 譬如從商業的角度 有些人覺得 是網面 比網台更重要 網面和網台 為何要這樣分 不不不 譬如說 我先講一個題 例如 一些廣告客戶 那些銷售 他就說 他是銷售網面的 banner 而網的 我們這些叫做 廣告 就是 聲音廣告 就是為富的 OK 其實這個定價 都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 先例 但是可以轉的 如果聲音廣告 可以很賺錢的 因為我們香港人網 現在就是衝擊傳統的思維 我們給現有的銷售 一個挑戰就是 你如果做網頁的銷售 他就只想網頁 但是你找到電台的銷售 他就只做電台 你現在還沒有一種銷售 或者有一類人的銷售 是兩邊都懂得兼顧 因為我譬如找到電台那些 他就會覺得 我一定要用電台的模式 一定要用電台的模式 我找到網頁的銷售 就永遠用網頁的模式 沒有一個是會結合 例如我看到一些網頁的銷售 他就會覺得 推出你的聲音廣告很難 因為 除了直播節目之外 如果他是藝術 下來播放 他就可以飛了你 即不聽 你買時間 不是… 如果下載的時候 下載的時候 下載的時候 那個廣告 即中間廣告時段 他們會剪掉你 但偶爾又飛 偶爾也不會飛 其實這些問題可以很容易解決 就是用電台的 強制性聽那三十秒的頭 那些 對 好像你看那些 Youtube的新聞 也是有的 我們也會發星期六 因為我們網送出來 你六個小時 算不算賣Radio那些嗎 不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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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不算的 其實我們是專門分開 其實我們的CEO 一向都是賣Radio和人網分開 外間的人喜歡把我們結合 哈哈 我也混在一起 哈哈 那星期… 即我都當你是我的CEO 不敢當… 我不管你們 我看你呢 Youtube那些寫錯字 我都沒有… 都沒有管 我可以提點的 昨晚… 哪個節目寫錯字 這樣 說回 現在其實是六個小時 有些人說 你應該搞二十四小時 應該是這樣 你的方向是這樣 二十四小時 二十四小時就比較難 但我覺得早上可以開節目 其實早前我都想了一點 都和你聊過一下 其實早上那兩三個小時 我們可以有些權威性的節目 因為剛才宇人都說到 是很多政治性的東西 如果你說政治的評論 權威性 哇 人網有很多勁人 老蕭、玉敏 即是你們 再加上欣申講 譚博 整個群人 如果你說一至五 早上兩小時 總之輪流負責 你叫你負責 五天都死吧 還有人都覺得悶 每天聽那個人 如果… 五天都動聞都不悶 那你不懂 聽到他說來講 他有時候會重複的 但如果你有五組人 五組人 譬如老蕭一招 你和你那幫兄弟一招 那… 旭文一招 是 欣申講那些又有一招 譬如譚波 我們也有一招 我們也有一招 這樣一至五 那每人摸兩小時 其實不是好 我之前也沒想過 我之前也沒想過 我之前想過 怎樣棍蕭先生 又做早又做晚 很辛苦 很辛苦 因為就算要我這樣 你管理層多 如果你真的早上要 八至十的節目 其實六點多 七點前你要回來準備 要 還有添人之前 可能六點要準備 然後你七點回來 就是消化他們搜集的資料 然後八點你就開咪 那一做完兩個小時之後 你就又再展開你一天的基本工作 然後晚上 你還瘋不瘋的 阿蕭蕭 那一星期一招就沒問題 一招就沒問題 譬如你 封馬消息一三五 對阿 他就做星期二 對星期二就簡單 是吧 早上節目是想了很久 一直都想著開 但是 你投放的資源 是要想清楚才可以做 就是我不可以 做吧 然後你找不到承接 然後你做 所以每一組 譬如你每一組 有兩個負責 譬如我一個拍檔 譬如我拍馬草黎也好 拍你也好 沒有所謂 那你有兩個兩個 一個不行一個放 是 那你就變成那個拱固性 我還要有後面的人 是的 一樣好什麼 他就說 你開了一個早上戰線 有控制員 有 research team 至少一個人 至少一個 然後有兩個上任主持 或者每天 然後他還說 那你沒理由 早上開了燈 十點鐘你會關燈 大家回家 那你還有一個承接的節目 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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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實法 你又要想 全都可以做 但我又會有很多 concern 就是說 你是做財經 商台又做財經 港台又做財經 為什麼要聽你的財經 你是不是找到很厲害的人 你是不是找到索羅斯來講 這些我在想 我還沒想到一個必性的把握 然後他還說 那之後 可能你還要做兩個小時 這個風蜜快活人 那些軟性的 或者做一個婦女時段 賣一下柴米油鹽廣告 就是要整套programming 這樣想 現在真的會抱 現在你可以想消費 如何去抗衡這個 超市霸權 但你又要找人搜集資料 誰做 早上一早就去找誰 街市的東西便宜到時 格價專員 對 好像老蕭說 所有人都是記者 叫人打電話來哪裡便宜 那我也要找一個人坐在直播室 就是統籌 還有一個人在直播室 蕭先生說 有很多人叫我們開新聞台 我們和你討論一下 如果你說那個新聞台 只不過有個人 他在網上搜集資料 然後就播一下哥哥中間 說一下哪裡撞車 那些就OK 但OK又好像無可無不可 其實Facebook那些資料 很多都可以當新聞做的 真的很快 是 其他網站的新聞都很快 其實你只是做一個漏斗 你只是做一個filter的新聞台 或者叫讀者文集 幫你選一些重要的新聞 那你另類新聞 即是那些主流傳播 媒體不會 現在都在做的 那些人民的兩個活動 主流媒體不會 那麼長空間報導 那我們就自己派攝製隊去 攝製報導 所以早上的發展是一個考慮 這個是 我們一定會做的 這個 一定會做的 一定會做的 心裡想 最遲 可能 九月 九月 選舉 選舉前做 當然是 選舉前做 透過這個台的推動 當然是 不空做 很多主持人 不是 選舉只要抽時間做 因為這個可能影響過選舉結果 是吧 立法會都重要 區議會都會 因為你早上那兩個小時 你現在的時事節目 太過不堪了 如果你九月一開 真的一聲搶了 商台、港台很多的聽眾群 然後大班都開始騰雞 到時 我們就是想著 如果做的話 就會十一月左右做的 不可以 我自願 不是 我自願請九月來幫你 真的 你九月要下區的 早上 要下區 一個禮拜一朝 一個禮拜一朝 沒有問題 這個 我想很多朋友有興趣的 可以重唱 我們說 做早上沒有人反對 沒有爭議性的 這個題目 你跟著點名 點名 報名 美格 好啊 我可以送飯 美格 晚上最好 多倫多 紐約 對中 你晚上八點 吃完飯 慢慢聽幾個 現在如果要聽 我們直播 要叫鬧鐘起床 是 隨便數到 是 是 不是 那些網民 我們說是超樂觀主義 跟我說做就做 座言起行 對 跟陳文一拍就行了 是否挺好 對 對 那你也要給一點時間 然後 政治方面 或者時事方面 其餘的小眾方面 因為剛才我提到 網台一般的市場 是一個大的小眾 不是小到那些 兩次講完 那些 很多獨特社群 其實宗教 或者是一些 很獨特的 譬如說 佛教 信念 或者政治哲學 那方面 或者一些 香港很多獨特社群 同性戀 就是那班朋友 這些完全開放 如果有合適的主持 或者建議書 大家都可以交來給我們 我們看看可以 時間和空間上 一定會有的 不過我們會看看 又是宇洋那句 他是不是無以為計 還是三分鐘熱度 但是過去的成功 都好像宇洋那樣 深夜打個電話給你 喂 快點 馬上開台了 那類的 我是一個很謹慎的人 我覺得 是 沒有錯了 沒有死了 我才會做那些人 所以打給他 再跟醫生 例如聯繫那些 我很有把握才打 不過又不是的 如果做網堂 我覺得有錯的本錢 是 你從大台講 就說 沒理由做了兩集結束了他 但其實 如果真的做兩集 覺得他不好 又沒有什麼成本 我覺得 是嗎 都可以 可以試一下這個路線 那就是有很多小眾節目 可以想 是 就是小眾日也可以 我做一個 是 哦 你可以給小眾時間 是 你可以給小眾時間 是 所以我星期日就有六個小時 你們自己拿一個一個小時 排來上 可能每個星期都不同 有時候 坦白說 有些小眾 我以前都看過 但你試試看數字 真的慘不忍 那也是試 試啊 可以試 可以試 大家可以有什麼建議 可以寄來給我們 E-mail給我 都沒有問題 打電話在你 網上最大檔 那裡 我們電話都 不夠時間接電話 我們都想多接電話 但是我們幾個主持人 自己都不夠時間說 那 那除了這個 財政那裡 會收拾好一點 接著就是 開台的時間 會成功 會成功 小眾的節目 還有很多 人網的變化 可以很大 例如 蕭生有其他的 興趣 譬如他會搞 補習社 那個 那個 早排他講完之後 也有一些 舊同學找我 已經說很想幫忙 是啊 那他有個心願 是將 譬如整個中國歷史 他講一次 幾多十堂 即是中華五千年 都講完 是啊 那就開個節目 獨特節目 是啊 就算你放在我的資料庫 一定會有很多人 很多人聽啊 不是的 開獨特一個星期 一個小時 蕭生講歷史 很多我去到尾 然後你又叫他做焦祖 這些我們在想的事情 不是 他做歷史節目肯定好過 長遠的需求和影響 早上就叫那些年輕人做 是啊 這麼多的年輕人 是啊 我也有想過 將整個課程 中學課程 很多人都教 譬如如果劉翁 是讀數學的 他將整個會考的數學課程 一個個小時 用很有趣味的方法做出來 然後 其實我曾經想過 找那些補習天王來做 嗯 訪問他 不是 叫他開班 那些收很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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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付錢去學 那些收很貴的 他這個不肯找那個 那個當作宣傳 這裡說 是嗎 其他可能會走過來 網台的空間就大了 書的成本很低 是啊 所以什麼都可以試 但你試 你也要有那個心力 去開頭試 譬如他 除了現在是CEO 又要下區 嘻嘻嘻嘻嘻 哪有這麼多時間 給大家一點時間 我一說這些 那些人就會說 你搞好一點 你那些 不要那麼窄 不要那麼 那些先 穩定一點 好很多 現在三千多個討論區 都上到 以前去到1700 已經開始倒閉了 我們經常說 舊辦公室那邊有鬼 不關設施而器事 是啊 經常搞得無緣無事 為什麼又出事 這些IT的事 我都覺得有時候是講緣分的 譬如我們要做一條 香港寬頻的大的線 但是他又不太行 有一天碰到王衛基 就投訴 然後他現在就在改善 搞定了 在改善 那這些 有很多網友 他們說直接可以來做義工 或者做工 都可以交給香港人網 買radio 是啊 都要開始組織一下義工 因為我發覺香港人網的聽眾 很多肯幫忙 很多是很有才能的 是啊 很多很專業的 很多很專業 是啊 肯定比我們出糧的同事 可能更加厲害 那你們有時候有些網 有幾百多人 有幾百多人 聊天 很多是很有專業 還有呢 搞網台的開心 就是 你做電視台的觀眾 你不會覺得 你要先交給無線 或者交給亞視 你做些什麼 但是網台 他們覺得 如果他們覺得是一個社區 他們就會想想自己 怎樣去交給這個 他們肯交給其中一個主要理由 即是出錢出力的 不是啊 你們不斷說老蕭虧錢 是不是 喂 老蕭現在 每個月虧了十萬元 是不是 我們這樣聽 我們好像虧欠了一點 所以老蕭繼續虧錢 令到網民繼續 所以網民要繼續支持老蕭 反而是因為有人支持他 所以他繼續做 那也可能是 說回主持人 如果你說老蕭 每個月賺幾百萬 那大家就不是這樣計算了 可能要出糧了 對呀 主持人 所以他特意做到不賺錢 特意是繼續虧 讓人不跟他收錢 因為他計算過 如果每個月跟他收錢 賺很多都不夠 還比加個蝕水 不如蝕少少 蝕少少 就是最最最大的尺寸 其實有多好商業頭腦 也不是的 蕭生搞 有些人說是他的玩具也好 或者是他的一個興趣 他真的不是商業跑來行先 如果真的商業跑來行先 你過去幾年的玩法是不同的 我覺得是這樣的 所有聰明的人 撇開不一定是蕭生 所有才子也好 或者有學識 或者狂的人 其實他都喜歡玩的 無論是蕭生 或者看別的例子 我覺得都是這樣 所以其實這個只是我自己看 就是他在這裏 想實踐到他的東西 又成功到 然後又可以改變到一些東西 所以他保持下去 不過我想現在 你看人網那個成功 就是那個 成功那個方向 那樣東西 可能多過你 如果每個月賺10萬 那什麼成不成功 是不是 你收支朋友賺10萬 在那個觀眾群和社會影響 很明顯是成功 但是會不會有很大的憂慮呢 因為你適合到 這些東西開始成功 就開始很多人看著 還有很多人搞你的 包括政治 社會 阿爺也好 哪一邊也好 很多方面 即是 那些風雨已經離開了 我記得 阿大舊7-1都幫過我們 未來的日子 會更加 會變成焦點 會更多壓力 即是 所以這一步可能都 要小心一點 這樣 我們又沒有很 即是沒有很大的計算 因為如果一計 其實什麼都做不到 一計我就不應該 不應該是打這份工 要穩定一點 即是 不是所有全世界都看著你 你知道做網台很慘 做主持人 又會被網友罵 以前我們做電台 我們不用理 我們在玻璃房那裡 就是我們的天地 是我們罵聽眾的 我們不會聽到聽眾 對我們的罵 最多你寫信來 或者什麼 就算是留言板 你說商台留言板 不是說 你馬上寫了給你留 他之後才會 很快的 討論拘捧聲 已經上了 即是之後才會 我們現在想罵王永 寫不到 他寫了 等他先 先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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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初來人網 第一次跟蕭生做 那些人都說 誰來的 有什麼beat 我們只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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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的 即是說又死 不說又死 但做網台就是這樣 每一刻每一個動作 都是大家看著你 而他覺得他有份參與 他可以批評 他可以給予意見 你每一步 那你們有沒有想定一些 contingency plan 一些應變應急計劃 例如呢 例如呢 如果一些政治壓力 打到過來 即是有些什麼的 只會搬伺服器去外國 那些 那些經常說 其實都沒有什麼想法 其實我覺得 在做這個 現在在做人網 其實都是自己的訓練 你要先夠豁達 例如我自己這樣說 你罵就罵 有你罵 你自己要看得開 那你不一樣 你是純大義工 你自己有生意 有成 即是你經濟上 是 當然 不過 但你罵你有權都不開心 你有權都可以還他拖 很多時候你就罵 我看得很開的 但支聯會呢 面對97 就把所有支聯會 所謂政治敏感和機密的資料 全部送到美國 即是97前 全部找個地方 全部送過去 知道嗎 那些原檔案嗎 是啊 因為支聯會其實有不少 都很重要的資料 那麼 人網 人網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重要的 因為網上就有了 登了在網上 所以沒有任何悲謀 所以我們經常都很開放 每一頁的事情 就像剛才說 危機處理 有些人 就像7-1就說 7-1如果你們弄得這麼厲害 會不會有人來干擾你的播放系統 甚至佔據了你的總部呢 然後找黑客 黑客就參跟著 全部毀滅了你的事情 那你就不行了 這樣 都沒有想到 你們那些保護功能 多高超 就是兵來漲擋 水來土掩 我那次去和毓民去美加 去到加拿大多倫多 我們有個網聚 有一個朋友 網民之前我們 是幫政府做的防盜 和保護國防的資料 他說我們那些東西很差 不行 我們要設計些 譬如那些電郵也好 我們應該自己有 每個人的獨立 那些組織的電郵帳 那麼那個防盜 那個又會好些 其實 我也覺得不用 就算做政黨 也不用那麼害怕 那些東西是光明雷落 我又沒有什麼東西 不見得人的 就算你來Hack我的帳 你最多看到我什麼時候去哪裡 和跟別人說的對話 我沒有什麼 Hack你的帳戶用你的名字 去發一些言論出來 讓你被人罵 我想這個有 我想很多市民覺得 我們可能自己之間的溝通 透過電郵和其他通訊 會有很多機密的東西 但是其實熟悉我們的人 都知道沒有 真的沒有什麼機密 我真的被你Hack 我整個都被你Hack 而且真的Hack到的 不是很難的 現在盜哥和鄭摩哥那樣 你無論多厲害的IT人才 網民的IT力是比你強的 就是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亦都沒有擔心 對 怕不怕不怕 不怕 因為一定會發生的 不用怕 殺到你的書 對 又不用死人 擔心自己能否承受到 自己堅不堅持下去 我唯一一個 這兩年 譬如拼開蕭夏娛樂那邊 不說 做政治來說 跟香港人網的政治有關 我覺得唯一有壓力 就是當日七一的時候 我是比較遲才去到修盾那邊 我七五幾去到 其實當時已經聚集了一班人 我走到高台的時候 看回來的時候 其實我是害怕的 因為我當時害怕的 就是你召集了 或者你做一個渠道 一把喉叫了那麼多人來 然後你又站在高台上面 你是在左右的情緒 他們有什麼事 其實你要負責的 你要上心 這一下我怕一怕 哇 能否控制得到呢 相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是有份控制 其實是兩個不同的層次 一個你作為一個節目的主持 你說你的意見 第二你作為一個政治的領袖 是 帶領群眾一個群眾的運動 就是兩種的心態 和兩種的責任都不同 所以你那個節目主持 轉變成為一個群眾運動的領袖 你要決定一些事的時候 那個取捨的時候 都不同 做節目主持 我也同意的 但是我那一刻 譬如做節目主持的時候 其實我都有份呼籲的人去 即我既然有開口做呼籲的話 其實我道德上 我自己都要負責 即我很怕那一刻 如果一會兒有什麼事 我真的要怎麼負責 但有時那個分析判斷 特別是一個政治組織的負責人的時候 即有時又會有些分別 這個其實挺有趣的 這個真是摸索 如果傳統的傳媒 他就覺得主持人應該很中立 或者沒有包袱 如果有包袱 他說話就沒有說服力不夠了 但是我們現在近年 網台或者香港人網 我們是有立場 有政見 甚至一二二二一 有一個混言天成 就是我們是一個政治的參與者 我們做節目才這麼投入 才會說到那些事情 而不是好像旁觀者 去指指點點 評論一下 其實說這個電台 或者是節目主持要中立 我覺得現在也沒有 現在也沒有中立 這些是廢話 其實這些是騙人的 基本上 周庸那些政治中立 是嗎 真的 大哥 劉沛庭那些 你商討那些政治中立 你商討那些政治中立 大哥 你不要說香港外國那些都不中立 外國都不中立 他們當然是說自己中立 但其實就是保皇和偏頗無倫 因為主流傳統的傳統訓練 都是這樣灌輸給一些 即是他們很奇怪的 香港人呢 捍衛這個既得利益集團 就叫做中立 對 任何批評既得利益集團 批評政府那些 就是激進 反對派就是激進 真的很過癮 那個定義 所以我想慢慢都要教育 香港市民大哥 大哥你商討台 港台這節目全部都是保皇的 你捍衛這個既得利益集團 那些什麼叫中立 不過網台的重要性 即使你聽好不聽好 你都不能夠否認這件事 當然 好像我們選管會那次 那次真的很成功 那次很成功 那次充分發揮網台的政治影響力 對嗎 即是很快手就已經 但我覺得接下來還有一個挑戰 就是我最近提醒自己 就是你怎樣把自己 是節目主持的身份 即是某些場合 是要解開 即是跟你做政治時候的 即是主席的身份 是要解開 即是你要自己清晰一點 這個劉翁有很多人在給他意見 這個也是要學習的 沒有人曾經做過 譬如毓民以前都是主席 都是做自我 不就是毓民開了咪 不管他自己的身份 但他的意見就是 整個組織都可能會 大部分 不會 毓民拿著咪的那個就是毓民 他不管自己是主席 不是主席 他拿著咪的那個就是黃毓民 其實他拿不拿咪都是毓民 他一開聲就是黃毓民 即是我經常覺得 即是大家看毓民罵的高官 罵得這麼過癮 其實他一罵人他是過癮的 即是他要找火來 他正上身的 即是他不是因為他是議員 不是因為他是甚麼 是不是很多人會說 這些是政治鬍子 不是的 這個就是毓民來的 不是他拿著我們一邊 在談的時候 那你的身份又是CEO 是的 又是一個政治團體的負責人 當然你不是那個政團體的主席 但是也是主要負責人 主席在那裏 選能力量主席林宇洋先生 那你們 譬如你的角色 你自己會不會有些刻意 要將那個角色 或者沒有些工作要切割呢 我的問題相對反而更小一點 因為我的性格使然 我不是那些大情大勝 那麼大情大勝 要表達 即是 那個喜會要表現出來 即是 我可能都是傳統的傳媒訓練 即是 我現在慢慢學偉一點 或者性格鮮明一點 但反而 所以你看到他們的風波 就很少直接燒到我 還沒到而已 還沒到而已 那些風還沒吹到 劉翁你上說話 你多說他先 還是那些北風 那是性格的問題 不是我縮骨 不是的 還是那些北風開始吹來 我真的懷疑 可能我們倆都是受過傳統天台上的 有時候我們是 是沒有那麼主觀地 沒有那麼白板聲 對 沒有那麼白板聲 即是我們比較客氣一點 很多東西都是 是啊 不過大舊都做得越來越好 不如見你 叫保安黨上來 你也可以又吵架又得 我都未認識 我很少做節目 我們傳統天台上 跟嘉賓吵架 我不認識的 即是你跟石禮謙的集約 火花四錢 這個 這個 個人性格 去到某個點就爆了 但你爆完又可以喝茶 這些我一定要學 那你政治上也是 即是經常見的 即是我做了那麼多年政治 很少 像這幾年這樣 見到劉慧卿 見到民主黨 那些不說話 即是以前跟那些保皇黨秋元 因為大家政治立場不同 大家知道 但是 即是見到 譬如好像民主黨那些 整年沒有見到 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即是這個是人格的問題 即是 即是覺得 即是不是性格 即是不能夠接受 譬如石禮謙 即是劉光華那些 即是我接受到這些人是這樣的 當然我會罵他 但這就是他那些人 即是就是這一種人 但是 見到民主黨那些 哇大哥 你現在背後插我幾刀 五區公堂 我們在拼命 你就跟那些人聊天 這是什麼人 我當你是朋友 大家是盟友 你可以這麼賤格下流 卑鄙無恥 即是我怎樣接受他 即是接受不到 想不到最後我們都要用民主黨來wrap up 哈哈哈哈 你都要賴到票債表出路 沒有民主黨 我們都不會這麼投入政治 我們如果要投入 我們十年前就出來玩 我們是想坐順風車 等大舊這些開車 我們不用上來 所以加一下這個組合 其實都是拜民主黨所持 民建地和民主黨都有功勞 好 今天真的很開心 即是跟兩個 即是 新舊和前後CEO 即是訪問 但讓網民更多知道 香港人網原來是這樣的 是吧 老蕭原來虧錢也有理由 是吧 大家繼續支持myradio和香港人網 繼續支持myradio和香港人網 希望人網的發展 特別早上的節目 什麼時候可以開始有呢 大家可以 大家可以 大家說九月 我希望九月 你九月做五招先 我們先耍月先 我們五招沒有人聽 不是 先想著老蕭做一招 一個月後再轉裝 因為你第一個月 當然要鑽石陣容 是吧 鑽石陣容 那就不是老蕭做一招先 是老蕭搭旭文 五招 又要多做一集 今集已經差不多時間了 好 多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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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